发世界新闻的网民早上好 我是记者佑霞 我现在来到了汤森路一带的花圃 这里是很多国人 他们购买年花的首选的地方 今天在除夕这一天 这里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向这里的业者了解一下 哈喽Peter 你好 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圆东花圃 对吗 对 我们这里就是圆东花圃的大门口 那这里我们为了COVID的措施 我们有分就是进口跟出口 然后进口的人 他们都需要先 scan safe entry 然后量自己的体温先 他们才可以进入 那同时间我们也有一个 算人数的一个机器 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在里面 有没有超速 还是可以进来 还是需要在外面等 我们的我们的职员会 monitor一下 说如果真的是很多人的时候 我们会叫顾客在外面等一下 等人数减少了 他们才可以进来 支持我们所有一些措施 我们也是有一些 safe distancing的officers 在人潮很多的时候 他们会提醒顾客 说你们不要聚在一起 要有足够的分距离 这样我们才确保每个人的安全 你们这里有多大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吗 这里这里应该有差不多3000个sqm 然后那个人数限制大概每一次 400多个 所以都是要经过就是计算 就不能有太 就不会 就不会人 人 现象就不会 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马上去看一看 今年的年花 好吗 好可以 那我们通常一个很促销的一个年花 就是蝴蝶兰 它是一种估计花 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那我们的顾客通常会很喜欢买蝴蝶兰 是因为它 第一点它很多颜色 第二它很容易照顾 它的花可以耐很久 因为它是一个 本身是一种估计花 那再放在室内是很适合 可以耐三到四个星期的 而且价格也不会说太贵 那它们主盆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牙的感觉 那老板你说到价格 那今年有疫情了 对花的价格有什么影响 我们大致上尽量保持 跟往年的一样的价格 尽量不要提升 当然是我们的成本 所以为了这些措施 我们的成本是会有高了一些 可是我们尽量保持跟往年的一样的卖价 好我们继续看一看很抢眼的橘子 好 这个是大花蕙蓝 大花蕙蓝 大花蕙蓝是湖极花的一个品种 它特征是因为它的花会很大 而且它每一棵都有很多花 像蝴蝶蓝这样吧 这个会比蝴蝶蓝的花 它当然大开的时候 它真的是会比蝴蝶蓝会大一些 那 那 叫优雅 优雅 对 所以 这个也是很受顾客的花蕙蓝 那这个是新年才有的吗 还是长年 就是 每个过年过节都会有的一个花 对 好 好 我们继续走走看看 好 来 那我们这里有一些 我们自己经过的 杜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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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有很多深红的颜色 在过年的时候 家里一定要摆这些红色的花 那 它也是很适合在室内里面摆设 也不需要太多照顾 那它的花开满的时候 它就整盆花都是红色的花 那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年花 是每年新年杜鹃花都会蛮热销的 对吗 对 每个新年 对 然后 左边我们这边有秀秋花 秀秋花也是一种年花 它主要是粉红色 好 然后 也是很受我们的欢迎 而且它价格不会贵 通常 如果是 我们秀秋花是进口的 当然本地也是有 可是本地的没有开得这么大 所以价格也是很合理 也不会说 如果我们是直接从国外进口 做飞机来的话 因为它很大客 所以它价格会很贵 可是我们这个从马来西亚进口 它是在从基马轮种 种到来新加坡 那它的价格就变成很合理 不会太贵 那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年花 是 杜鹃 蓝花 还有秀秋花 秀秋花 而且都是 每个过年过节都必要有的年花 好 那我们再 老板再到我们看一看 这里 我们去外面 外面 外面 外面白色的话 就是比较适合放在室外的 也是比较传统的年花 比如讲 世纪菊 菊花 凤尾花 等等那些 那过年的时候 这些算是比较传统的年花 为什么人们会喜欢 就是也是因为它 平时是没有看不到这些花的 我们只是中火 过年的时候 店中 卖 那 菊子是一个传统的 每年都必须要有放在家里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放 你自己的 也 来一个好预兆啦 就是有司机菊啊 大菊大利啊 这些 等等 哪个是司机菊 这个是司机菊 其实它是菊子啦 菊子也是有分 蛛杀菊啊 大菊啊 司机菊啊 有不同的菊子 那司机菊是最 最 popular 的一个菊子 啊 因为它 整棵 它 来的时候整棵树都是满满的一个菊子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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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 那也是 蛮 蛮容易照顾的 你要放在室外 然后浇过水 它 不要给它淋到鱼 它就会 可以耐整个 过年 甚至 超过15天 它都可以 超过 超过15天 当然它会一点点慢慢 慢慢掉啦 可是 我们庆祝 庆祝 过年的时候 它还是会 还是会 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的 老板 今年 新年的买气怎么样 你怎么看 今年的买气 其实还ok 我们觉得跟往年 相比 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一样 当然也是因为 我觉得很多人 没有人都有办法出国旅行 那他们都带在家里 虽然是不可以 请客啊 等等 他们还是要布置 布置自己的家 还是要买一点点花 来放在他们的家里 来迎接 新春 那 顾客还是会 会来选他们的年花 因为有时候这种 除了是 传统 以外 也是一个 family activity 带整家人来 逛逛年花 画市场 选一些花 买回去 还是在家里 例如好像 圣诞节 这样子 为什么人们 会来买圣诞树 除了庆祝圣诞 也是一个 每个家人 可以一起 做的一样 一样的事 这个也是 培养家里人的感情啊 等等 所以你买年花也是 一样 光年花市场也是这样子 就是 一起来吃了饭 走走一下 看看棉花 看一下我 其实 新加坡有这么多 不同颜色的棉花 这样子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经验 尤其是否 一些小孩子 他们可以感受得到 不是全部都是绿色的嘛 对啊 还有很多不同的花 给他们欣赏 所以 除了就是上网 你们也有上网的 来送货跟购物 不过你发现 可能消费者 他们还是喜欢自己 来到市场 这里来 对啊 因为 怎样讲 他们也要 有机会 出来走走一下也好 不要每天都 困在家里 对啊 而且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可能他们会感觉到 因为我们做 我们有做足够的措施 做好 我们这本分的措施 他们来 逛逛 也觉得 安全些 而且 我们这边也算是 户外啦 对消费者来讲说 可能这个 这个经验 他们可以 experience 更好 那今天是 出席了嘛 你们的营业时间 有没有做一些 特别的安排 这样子 我们 我们 安排 我们的 open hours到两间 当然也是看 到时候 有人潮是怎样子 如果 人潮多 我们可以 在延后 看到更迟 如果没有什么人潮 我们可以早点关 这样子 大概都是超过十二点了 就是中午 十二点 两点 中午 对吗 晚上 半夜两点 所以 公众如果 深夜 半夜想要来 买花 来到唐生绿 这里买花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谢谢你老板 生意兴隆 新年快乐 谢谢 我们非常 非常谢谢 FarEast的老板 和我们分享今年的 年花 的市场 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呢 马上到其他的花圃 看一看 哦 不过我们要先走出去 对 好 带大家 从这个很 很大的花圃 绕出去 好 其实我今天在大概早上 九点就来到了这里 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人潮 不过就像刚才 访问的业者所说的 他们都有在控制 每个花圃里面的人流 所以 也 大家可以看到 在 镜头里看到 呃 这里也不会出现 非常拥挤的情况 虽然 虽然 在花圃外头 有长长的人龙啊 我们待会呢 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外头的情况 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就是也有购买年花的习惯呢 然后今年你们选了哪一种花 然后是不是也是到实体店购买 还是选择在网上购买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我们到隔壁的花圃看一看 我看一看有没有机会访问 访问这里的一些消费者 哈喽 你们好可以做一个短短的 好 大家有一点害羞 没关系我们去隔壁看一看 还有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交通情况 连通 连通是我们的摄影师摄影记者 梁童啊 这样你有没有 你自己有没有买年花的习惯 没有啦 住HTV哪里有未放花 对啊 就像有一些要放室外的这些橘子都太大颗了 假里放不下 你放两颗在你的走廊 你的邂途就complain了 好我们走出来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车龙 对 从早上开始就 在汤山路一带 花圃这里就出现了 来购买最后一分钟 在新年最后一分钟 购买年花的车龙 不过我发现 其实现场是非常的 井然有序的 因为其实我在之前和另外一位业者 这里的另外一个花圃的老板了解 他们这里有一个商会 花圃之间交通情况 做出一些特定的安排 比如今年呢 他们也请了一些人来指挥交通 所以虽然有出现车龙 不过并没有太拥堵的情况 交通基本上还算是顺畅的 然后之前和这里的业者也了解到 有非常多的消费者 他们也喜欢来到这里的鲜花市场来买花 因为鲜花不能放太久嘛 所以都是要在除夕这一天才来购买 那在过年期间摆在家里 就会比较持久 我们来到了另外一家的花圃看看 你看 之前就和这里的业者打过招呼了 我们会来这里拍摄 你好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手上也有一个计算人头的计算器 要确保在每一个时段 在花圃里面逛的消费者是没有超过人数的 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吗 我们再到外面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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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型的橘子呢 这些大型的橘子呢 今年的销量就比较的不好 然后另外这里的老板他之前也跟我分享 这里老板他之前也跟我分享 对于今年的交通 对他们也做出了特别的安排 他告诉我这里有十家的花圃 然后每一家花圃 其实的老板都自套腰包 来请人来指挥交通 为的就是可以希望给这里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 也希望可以为唐生路 花圃附近一带的居民造成的困 减少一些就是交通阻塞的困扰 好的 据我今天早上的观察 这里的交通的车龙还是持续不断 所以如果大家有经过这里的话 就是要特别留意这里的交通 以免就是不小心就塞在车龙里头 好的 我的直播在唐生路花圃这里的直播 就先到这里 先给大家预告 我在下午大概四点左右 会到四马路观音堂一带 再一次进行Facebook直播报道 大家也可以到 如果有到四马路一带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打招呼 我们也带了一些新传媒限量的红包封套 可以送给大家哦 到时候见 不过要保持安全距离哦 到时候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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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